学透视第二天,三大注意事项剩下两点 首先,平行的边会汇集到一个点上 比如立方体中这四条平行的边 它们的延长线一定会交于一点 剩下的两组平行线也是如此 来找个错误吧,这个台阶你看出哪错了吗 这些都是平行的边 而上面这一条延长线它撇出去了 是不是应该掰回来呀 所以这个角你得往下压 那这一张呢,看凳子的边 延长线越来越远 起码得这样,这样才是合理的 最后一点,越靠近消失点,上下面越窄 比如走廊,柱子宽度越来越窄 之间的间距也越来越窄 桌椅的宽度,中间的距离 电话亭的玻璃,楼梯,栏杆都遵循这个原理 同时衍生一个重要的点 像圆柱体这种一棱一棱的分布也是越来越近 玻璃上花纹的分布,还有编织的竹框 我猜肯定是看的时候都懂,一话又忘了 我猜肯定是看起码了